南希族是一小群少数民族,生活在中国西门部的黎江附近,南希族东巴语是藏棉语家族的一个分支,融合了许多中国语调和象征特征。 在古代,南希族人用东巴人记述和记录事件,他们的史诗故事书《创世经》也叫《重班图》和《人类迁徙记》大约出现在七世纪,讲述了世界的起源和创作。 圣经的创世故事说,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堂、地球和众生。 上帝创世后大约1656年后,人类犯了罪恶,并本吵闹,因此上帝决定摧毁创造的世界,并用大洪水对其进行清洗。 与圣经不同,那希族的《创世经》描述的世界是由自然过程创造的,自然元素彼此相互作用,形成了天地、圣灵、人类和其他多样性事故。 另一方面,与圣经相似,一为人类泛滥成灾,肮脏了世界,神明有一场大洪水毁灭了人类,并净化了世界,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一人,与天女结合,重新开始了人类纪元。 上古时候,天和地,在不惜的动荡之中,树木会走路,石头会说话,天地日月,石木水火,山川河流还没有形成,然而天地的影子,日月的影子,石木的影子,水火的影子,山川的影子,河流的影子已经先行出现。 先有三样天地日月影子,三生九,九生出母体,出现真甲蓄石,真与石相配变出日,虚与甲合变出月,日光变壁石,壁石变白气,白气变妖音,油气和声的变化,生出了一个名叫伊古阿格的神,伊古阿格神变白鹿,白鹿变白蛋,白蛋变神机,恩与恩难,过了一些时间,月光也依次变灰石,黑气,噪音,再变了神伊古丁纳, 伊古丁纳变出黑蛋,黑蛋变回几复金湾南,伊古阿格化生出白蛋,白蛋化生出神机,神机自称恩与恩曼,小小天地之间,只用恩与恩曼,飞啊飞啊,恩与恩曼啊,白生生的,多好啊。 他用天上三朵白云作备,用立下的三层丛草作潮,于是生下九对白蛋,白蛋孵化为神和佛。 几代后,天地遥壮,天神九兄弟和地神七子内,开天辟地,树白海螺天柱于东方,树碧玉天柱于南方,树灰珍珠天柱于西方,树黄金天柱于北方,树白铁天柱于中央,去蓝宝石一步天,去黄金一阵地,于是天和,地开始分开了。 有几代后,白鸡的沙尾诞生出牛状怪兽,使天地阵状,阳神鹰神杀了他,以祭天的日月山穿石墓,建造居纳若洛神山,称老天秦。 杀牛怪,借天地日月山穿石墓,再次建造装饰居纳若洛神山。 在老山上,原先已有了吉林鸟,据说它是白的化身,然而它的尾巴有一根毛是黑的,可见它并不是白的化身鸭。 在据那是老山上,原来先已有了黑乌鸦,据说它是黑的化身,然而它的翅膀有三根毛是白的,可见它也不是黑的化身鸭。 白狐狸鸭,据说它是白的化身,可是它的生辰不好,它生在严寒的冬三月,它的翅膀鸭,被冬天的大风刮得失去力气,飘飘荡荡,一直飘到山脚底下,这十足献出它的鲜柔顺弱,由此可见,它也不是白的化身啊。 黑马里啊!据说它是黑的化身,可是它的生辰也不好,它生在酷热的夏三月,它的细小的腰伸鸭,经不起夏天洪水的冲击,一直被冲到遥远的海洋之中,这样怎么会是黑的化身呢? 居纳若落神山高处出现了懒懒的声音,低处出现了虚居的气息,声与气相结合,生出三滴白鹿,三滴白鹿变成三片大海,大海中生出混骨,任骨生为骨,每骨以后期待,便是人类祖先。 传至九代时,兄弟之间开始争斗,兄妹之间万轮同婚,这误毁了天地,神很生气,决定用大洪水清洗天地间的一切。 洪水滔天,没有利恩幸存,因为他曾经帮助过神,神告诉他活在牛皮至长的忙中,因此他逃脱了大洪水。 大洪水后,遥阔的大地上,没有了人烟,没有了动物,没有了树木,只有荒凉的野草。 利恩他感到非常孤独,去寻求神的帮助,神对他说,在高天的悬崖下,有一对天女,树眼镜的那个天女很美丽,红眼镜的那个很善良,你可以把那个善良的天女偷来做你的伴侣,千万不要偷那个树眼镜的天女呀。 利恩来到了高天悬崖下,看到了两个美丽的天女,利恩就马上被那个树眼天女拟住了,偷了树眼的天女做他的伴侣,真的是,身巧不如心巧,心巧不如脸美,脸美不如眼美。 但是,这位贝勒神对他的警告,过了些时候,树眼天女开始分娩,不幸的是,她第一胎生下了松树和栗树,第二胎生下了羊和鸡。 第四胎是蛇和青蛙,利恩没有办法,又去求神的帮助,神听了以后说,不听老人言,尸亏在眼前,你快把生下来的东西,放到它们应该在的地方去,松树和栗树,快点扔到生长松树和栗树的地方去,生下的羊和鸡,飘到陡峭的牙上去。 熊胎和树胎送去大森林,舍让她生活在严实的缝隙中,兴杀让她进入深水,利恩按照神的劝告去坐牢,然后开始再次寻找她的新伴侣。 利恩来到黑白交界处,姓与天女串红包白相遇,并坠入爱河,趁红包白是天神,老阿普的女儿,利恩随串红包白来到天上,向老阿普求婚,让她把女儿趁红包白嫁给她,老阿普不喜欢人类, 设计了许多心理和生体任务来照查,在趁红包白的帮助下,利恩完成了所有任务,老阿普不得不把女儿趁红包白嫁给她,利恩和趁红包白历经千辛万苦回归人间,重新开始人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